由刚才的结论 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得到一个算法 用来从任何一幅连通的subdivision中 去构造出满足我们刚才要求的一个独立字极 不要忘了 这里的条件是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连通的平面图形式的subdivision来说 其中 度数不超过8的那些顶点 必然不会太少 至少有三分之N这么多 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们在哪 但是不要紧 我们这个算法可以对所有的顶点逐个的便利一次 或找或迟 其中的每一个都会被我们遇到的 那么在便利的过程中 我们确实要忽略那些不是一个条件的 比如说至少是9个度数的那样的顶点 我们都把它忽略掉 好 如果确实遇到一个度数至多是8的一个顶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它加到我们的独立字极中去 并且相应的将它的那些邻居们删除掉 不要忘了 既然它的度数是不超过8的 所以它的邻居的数目也是不超过8的 我们合计一下这样一步累计而言 每经过这样的一步 我们首先取出了这样的一个顶点 同时捎带着 至多也删除了另外的8个顶点 所以累计而言 我们每一次至多不过会删除掉9个顶点 在我们最初那样一个长达N的候选队列中 我们每选出一个合格的选手 最多会相应的作为赔榜 删掉8个 累计不过删掉9个节点 而即便所有这9个顶点 都是满足我们刚才这种条件的顶点 我们也可以持续地迭代下去足够多步 具体多少步呢 我们的总数是三分之N 每次至多扣除掉9个点 所以很显然 我们至少可以迭代二十七分之N步 也就是说 对于这样一个任何一般性的subdivision 我们总是可以从中抽取出 像刚才我们所承诺的那样 二十七分之一N的独立点 它们所构成的独立点 即自然规模就是足够大的 当然 克尔派奇克的结论 比我们的要更强一些 我们在这里不妨把它也引述一下 克尔派奇克声称 按照我们刚才那样 确实能够找出一系列的度数 不是很多的点 这样的点的数目本身又不会太少 至少是十八分之N 比我们刚才的二十七分之N要多 但无论如何 其实从渐进的角度讲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常数比例的数量就够了 好 更重要的是 我们刚才的那样的一个选取的一个算法 如果你回顾一下 你就会发现 它所消耗的时间 无非就是消耗于整体的便利的过程 在每一步便利的过程中 只要你原来使用的是类似DCL这种结构 无论是删除一个点 还是将它相关的那些边删除掉 亦或是它的那些邻居删除掉 我们说累计而言也不过是常数 所以所有这些步合在一起 自然也就是线性时间 所以我们不仅得到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独立子集的构造的途径 而且相关的算法居然是如此的简明 效率也是如此的高 这不能不说是一系列一连串的好消息